道教启示录 黄金军是在公元184年起义的 不清楚汉陵帝的情报系统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 然而起义者却已把舆论造足 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遂在甲子 天下大吉 这是暗号 也是称语 遂在甲子约定的是起义时间 事实上 这一年也刚好是甲子年 但这里面未尝没有神秘意味 因为甲子为六十年一个轮回之首 遂在甲子又开始新纪元之一 这当然是巧合 但足以让人兴奋 苍天已死 皇天当立 则略嫌费解 因为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 土得的皇天应该在火得的赤天之后 苍天却是木得 也不代表汉 汉是火得 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 木已被火烧成灰烬 现在轮到土 土是皇天 难怪他们要戴黄头巾 光武帝用来夺取江山的手段 被黄金军用来推翻他的王朝 这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 黄金军倒不是存心要让光武帝的在天之灵难受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道教徒 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 但不会早于汉顺帝时期 据说当时有个名叫宫崇的人 献出了一本叫《太平清灵书》的神书 而这本书又是他老师于吉得到的 有关部门认为 该书妖望荒唐 便藏在宫中 并未公开 后来不知为什么张卢手上也有了这部书 张卢可就跟道教有关了 他的祖父叫张灵 也就是道教讲的张天师 张灵创造的教派叫天师道 由于入教或看病要教五斗米 所以也叫五斗米道 另一个教派则叫太平道 创始人就是黄金起义的领导者张教 黄金军失败以后 太平道融入了天师道 而天师道则因为张卢投降曹操 慢慢发展起来 天师道和太平道的故事 大约基本数十 于吉得到了神书 则只能孤望听之 但这段记载还是道破了天机 该书主要讲阴阳五行 也有很多乌习杂语 乌就是女乌 习就是男乌 也就是说道教出自乌术 这并不奇怪 印度的婆罗门教 就是从乌术演变而来的 但道教在东汉后期产生 却发人身形 是啊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直接原因是 佛教已经传入中国 时间是在汉顺帝之前的 汉明帝时期 佛寺则首先在洛阳建立 尽管这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 还很肤浅 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种方术 但这种闻所未闻的精神文明 还是让我们耳目一新 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 宗教既然是好东西 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 哪怕借机下诞 这时犹太教和基督教 还没有传进来 伊斯兰教则尚未诞生 我们并不知道 伊斯兰教为何物 但我们从佛教那里得知 宗教需要教义和教主 需要组织和仪式 更需要理论基础 修持方式 崇拜对象和最高智慧 那么我们有吗 有 阴阳五行就是理论基础 练功和负担就是修持方式 各类神明就是崇拜对象 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 只要把老子奉为教主 术士称为道士 就成功了 道教当然并非如此简单 它的诞生和发展 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 我们更关心的是 道教在中国必然要产生吗 如果说它的横空出世 乃应运而生 那么道教的运又是什么 巫术的合法化和正规化 我们知道 巫术是一种原始文化 因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 就要变身 比方说 在希腊变成科学 在印度变成宗教 在中国变成礼乐 在全世界变成艺术 变成礼乐以后 巫术就不再是巫术 正宗的儒家是不讲巫术的 也不喜欢怪力乱神 为其如此 图称包括后来的佛教 便一直遭到正统儒家的抵制 儒家讲的是王道 而王道不需要装神弄鬼 也与方术无赦 可惜 巫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 也有适合其生长的气候和土壤 尤其在民间 因此 它只会被底层化和边缘化 不可能彻底消亡 更何况 巫术还有它的合理性 事实上 正如欧洲的中世纪 并非一团漆黑 包括方术和衬尾在内的巫术 也并非一无是处 汉代伟书中 就不乏天文学 地理学 数学和哲学的知识 与巫术息息相关的中医学 更不乏人体学和医药学的内容 其实两汉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 张衡的后风仪和地动仪 杨雄的太玄经 张仲景的伤寒论 王冲论衡中的某些部分 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 就连被斥为妖望荒唐的尾书 也发现了日食的科学原理 以及为什么地球在运动 人却以为地不动 他们的说法是 这就像在大船上 避窗而坐 是不可能感觉 船在行走的 这并不奇怪 汉毕竟是大帝国和大文明 有一种开阔的胸襟 豪雄的气势和远大的目光 可以纵横万里 包揽天地 汉人也信心满满 自认为有资格 有能力 勘破宇宙的秘密 对之前的文明 做出总结性的发言 天人合一 阴阳五行 就是这种远大目标的产物 换句话说 汉人是要彻底弄清楚 自然与社会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并为之构建一个科学模式 或数学模型 可惜 中华文明的科学基础 实在薄弱 能借助的力量 只有巫术 这就不能再让巫术 底层化和边缘化 但巫术如果不能变成科学 就只能变成别的 那么 它在汉代 又怎样实现自己的合法化 和正规化呢 上层将巫术政治化 下层将巫术宗教化 政治化的巫术 就是图衬 就是尾书 也就是说 巫术政治化的前提是 儒学的巫术化 儒学巫术化了 巫术才能儒学化 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规化 但两汉儒学 是为政治服务的 所以两汉巫术 也必然政治化 结果是什么呢 政治巫术化 比如王莽 比如刘秀 与此同时 巫术也在宗教化 宗教化的巫术 就是道教 道教的宗教外衣 是从佛教那里借来的 结果又是什么呢 是佛教的道教化 后世一般信众 心目中的佛教 其实是被巫术化 和道教化了的 只有禅宗是个例外 显然 政治巫术化 佛教道教化 都因为巫术 没能科学化 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然而历史 没给我们留下 思考讨论的时间 董卓 一个野蛮 强悍 而又狡猾的西北军阀 像公牛 闯进瓷器店一样 闯进了洛阳 所有的谈谈罐罐 都被打碎了 接下来 是三百多年的 分裂和混乱 一直要到隋唐以后 我们民族 才能静下心来 重新建立起 自己的理念 和价值观 但这绝不意味着 三国 魏晋和南北朝 是一塌糊涂 和没有意义的 恰恰相反 正是由于这三个半世纪的 积累和准备 中华民族 才发展壮大起来 中华文明 也才再次成为 影响深远的 世界性文明 那就让我们 一一到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